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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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個位置就是石狸村 為什麼會來這裡呢 因為其實這兩棟都快要拆 今天就找了Hurry出來 HELLO 你好 我們就一起在這裡拍照吧 過了 哎呀 它過了那個光位了 是啊 我們等待的諸葛吧 看看你今天用什麼 我今天是用X-Pro 3 再加一支35 1.4 又是富士的朋友 對 以前用過X-T2 那時候也是17年的時候 現在就用X-Pro 3 因為回歸富士只有這部最吸引我 初心 初心 買菜姐姐 不行 現在就等這個買菜姐姐 走到它的光位 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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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來吧 今天我就用了一部卡掃的 雖然這個機身是500C 但是那個背部其實是數碼背 就是這個CF V50C的第二代 只差一個主角 如果有個叔叔坐在這個位置 就覺得了 是啊 最好就是抽一支煙 這塊石 對 那塊小石 但是可與不可求 我買去做主角 都可以 我裝模作樣 就在這裏 就在這裏 好 全手動 又要擦光 對焦 那些手動機呢 我通常都擺整個Focus在這裏 現在凍十多尺 石來這裏呢 我都很少來的 只是好像上來拍一兩次的東西 所以了解就不太多 那今天主要都是圍繞著 第十和十一座 這裏來拍照 因為是 很快就會拆的了 那所以就拍一些 他們的 最後的照片 那現在的陽光呢 你就會看到 主要都是在 第十座的 就是 這一邊 這樣曬過來 那其實裏面 就不是吃到很多的太陽 那所以呢 暫時就 在這樣的位置 拍照就好一點 那還有就是 外面的馬路那個位 都會是叫做 吃到一些陽光 可以拍到一些 人加上樓的照片 聽說今天是你 有時以來 這麼早走出來街拍的 是啊 沒錯 我第一次朝早這個時間的街拍 就奉獻了給Steven 不得了 第一次 因為平時 說真的 我平時街拍 就是 我會選兩三點之後 嗯 就是Steven說的 戲劇性光線 因為我自己 有機會去我IG 看一下 因為我多數都會是 日落黃昏 有些光線 斜的光線 的時間 我才會出去拍的 嗯 對 很少 12點 1點 因為頂光不好看 對 再加上 早上是漂亮的 但我真的很難早起床 不是要上班 對 就是因為要遷就我的時間 所以 就要這麼早 但其實我自己都比較喜歡 這麼早出來拍 有些位置 是真的 日出的時間 才能曬到 所以 會有另外一些風景 可以看到 所以 日出也有日出的好 日落也有日落的好 這間學校似乎都 被棄了 但是 我又不會爆進去的 我們在外面這裡拍照 怎樣 會不會覺得我的節很慢 不會啊 街拍就是要慢活 去慢慢拍 我今天是再慢一點 再慢一點 因為我所有東西都要 很慢地扭扭扭扭 Huzzle 真的超慢 氣要慢 快就不是用Huzzle 對 還有我在每一個位置都會 留得久一點 看看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才再拍 沒錯 街拍就是要 慢活慢慢走 留意多些 有沒有細節的位置去拍 街拍就是這樣 如果急速就不是叫街拍 享受不到 還有這些房子都在幾十年 就快要拆 如果你不用多些時間去觀察一下它 走馬漢花的話 其實可能都會錯過很多東西 其實這個家庭 都有些 有啊 氣劇性的光線 有啊 有啊 你不要看我的影片好像很短 其實很多時候呢 這個系列 我們很多時間都是在這裡等 在街上等 應該說是街拍這一類 就是要這樣在這裡等 好 那這個位置呢 今天這個時間就拍不到太多東西了 因為呢 太陽都在那邊 那可能要等到 日落時份 那才 叫做有些太陽在那邊呢 那就可以 曬下去那十一座那邊 就可以拍多一點點東西 那但是今天我們就 時間不多啦 那所以呢 暫時今天就拍著 第十座那邊 多點 那之後看看有沒有機會再來 那在這裡可以講解一下我今天 的 影相的運作 那首先呢 那首先呢 就要在這裡 按一按 那個viewfinder的測光 那它會示範一個數字給你看的 然後 那當是 十一個EV 那樣 那你就要在鏡頭那裡 就要扭回去 十一個EV 那一架 那然後呢 就 你動不同的光圈呢 它就會帶動了快門 那一架呢 來動的了 那就是一個幾 幾聰明的設計來的 就是總之你扭對那個測光呢 那不理會你轉什麼光圈呢 它都會是 因應回就會轉不同的快門 那還有這裡呢 那這裡呢 會有一個 小小的 景深尺給你看啦 那都是會跟應著你的光圈 來動的 所以是 雖然好像 很機械式 但是又很智能 那但是 那個數碼背就好像很數碼 但是其實前面那一部分呢 全部都是很機械的 很有趣 這裡有兩隻 貓貓 好 不過我覺得呢 如果這個光圍這麼巧呢 大大隻字 四個字呢 哦 對 背景再多一點的東西看 因為中文的字體 真的很適合 可惜那個字是成不了光 我這支呢 是一支菲林年代的鏡 是 Nikon 的 哦 50mm 的 1.4 1.4 最大光圈1.4 我這支 我很喜歡它的 一個獨特的散景 那個味道 還有呢 前陣子 我看到有一個朋友 用這支鏡影出來 很漂亮 那我就 哇 立刻去旋轉拍賣的地方 或者可能找一下 然後呢 半年前而已 剛好又讓我找到 它的原廠鏡 連同一支鏡 哦 還要走1.4的光圈版 因為它有多支 是二光圈版本的 哦 它又找到一支 1.4 和原廠遮光罩 因為我們都 很外賣協會 我們拍賣 這些工具 原廠遮光罩 很難得的 加上一支 菲林舊鏡 還有它的1.4 它在用一支 50mm 我剛才 一支 80mm 其實等候 八百六十四六十多mm 在這裏 拍攝對面的馬路 其實都是剛剛好 即是 在光與影之間的部分 所以有時街拍 就真的不一定是 三十多 或者二十多mm 尤其是香港 有時有些 要隔著馬路 才拍到 某些光影的時候 就是 少少Terry 都是經常會用到的 所以 我都是覺得 什麼鏡頭都用一下 就會是 幾好 好 好 今天 就拍到這裏 短短的 多謝Hari出來 跟我參加 不要這麼說 今早8點出來 是啊 我們吃完早餐了 7點半吃完早餐 然後發覺 真的不得了 辛苦你了 很辛苦 最近的天氣更曬了 還有跟Steven拍照 真的很開心 第一次拍照 一定要多出來交流 很開心 享受 大家可以分享多些心得 對 一邊拍一邊吹著水 挺過人的 是啊 街拍就是這件事 因為我平時 一個人交流 一個人交流 因為 最容易出去 有時候 你都沒有試過一條人出去 街拍的時候 是啊 沒有那麼煩 不用夾人的時間 是啊 但是約到 就真的很難得 大家朋友約到出來拍照 是非常難得的事 但我知道你除了街拍 還有其他主題 很喜歡拍照 有時候 新聞多 都會 香港這幾年發生了很多事 我都經常出去記錄 其實我又不是記者 我都是純粹一個 業餘的攝影師 女生都會有拍照 但是 不夠別人多 其實我也想知道 你拍什麼女生多 沒有 都是 美女 一定的 年輕 最主要就是這個 下次就可以約出來拍照 好 令我這個系列 有多些不同的題材 好 期待Steven 不是 期待你 期待我 是 拍攝研筆 看完結尾之後 我都應該加破任務 為什麼呢 就是這樣 明白的 回去又要跪玻璃了 拜拜 拜拜 下一集再見 再見 夠了 快點 可以 請 誠 我們 可以 開始 製來 製 克